那么经常讲 我们做人要学会相应法 就是说适合这个环境 这就叫随缘 我们在人间什么事情 如果跟自己过不去 就不能随缘 那么怎么叫随缘 随缘就是内修 内修就是说把自己的心 收到能够接受外界 这个五欲六成对你的侵害 但是又不被他所染灼 然后好好的去去除他 那些不好的五欲六成 实际上学佛学法 就是让这个世界看到 你今天还能驾驭他 你今天还能在人间 继续使用和抵制 一些不好的想法 那么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自信 因为人间的一切缘分 都是自信所来 因为人的自信 是因因缘而生的 我们人生的缘分 也是因因缘而生的 所以 你的感情好 也是缘分 感情不好 也是缘分 一切随缘 你就拥有了自信 自己的本性 那就是要接受一些人间的因果 如果你这个因果 对你造成了善因 你就接受的是善果 对你造成了恶因 那你就是恶果 所以 这就叫因缘 台长 跟大家经常讲 一边修 一边行 控制自己的行为 你才能 修自己的灵魂 修自己的留神 你才能 得到自己的法身 才能悟出因果 所以 所以 人 必须要 看透 看破 自己的因果 所以 希望 我们 所有的 学佛人 要懂得 入污泥 而不然 之所以 见不到 自己的本性 那 你就会 看不到 自己的良心 那 为什么会 见不到 自己的本性 因为 因为你被人间的欲望 所贪着 因为当一个人 做坏事的时候 他能知道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很多人 做坏事的时候 做了长了 他以为他自己是对的 他没有认为 自己是做坏事 就犹如一个人 在家里天天骂人 他骂惯了 人家说 你为什么骂人 我怎么骂了 他根本 不知道自己 已经骂了 习惯 所以 学佛人 要自度自戒 就是要 度化 自己 自己 要有自己的戒律 那就是 克制 守戒 所以 做人 我们 不能做的 坚决不做 我们 喜欢做的 但是不应该做的 我们也要 克制住 不做 所以 守戒 就叫人 如果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 那 就是 动物 所以 人是有思维 有行为的 所以 人需要 首先 懂得 戒律 懂得 我们要 顺天行走 而不能 逆天行道 学佛 就是要懂得 阴阳五行 这个阴阳五行 实际上 我们不必去学它 这个 天之地之的 最主要是能够懂得 阴阳五行 就是一种缘分 顺着人间这个缘分走 你就得到了 我们说顺利 你不顺着他走 你得到的 就是倒霉 所以 理顺阴阳 修正佛道 所以人 不能走自己相反的路 要往前走 往前走 就是正性 往后走 就是偏性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一个宗 这个宗不准 再好的宗 他也是处理商品 如果你戴着手表 每天卖两分钟 你这个手表 就不是一个正表 而是一个偏表 学佛人也是这样 心 术 一定要正 为什么要有师父领着 就是不能偏 学佛一定要正 为什么这么多人 在学佛当中 规规矩矩 因为他们很正 所以学会低调 学会顺着 人间的佛理和佛法走 你将会得到更多的 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解脱 所以人间 就是假和之生 所带来的 一些 因缘 所以 因缘 也是假的 因为上辈子你欠了它了 这辈子你就有缘分 再还它 所以希望大家 懂得我们来到人间 要懂得因缘所造 这个人间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 果报所造 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就不会对别人 斤斤计较 所以 我们做人 能够知道 因缘 就会成人果报 宇宙中 阴阳 实际上 讲的 就是 内心的调节 阴阳 调和 那么 人的身体 就会好 如果 阴阳 不调和 人的心 就会产生 要么属阴 要么属阳 属阳的 整天发脾气 整天 苦恼 整天 责怪 这个世界 等到哪一天 属阳 就是阳脊 阴阳的阳脊 到顶点的时候 它会产生 极度的想不通 可能会 做出一些 极端的事情 而属阴的人 整天的 躲在房间里 天天的 害怕别人 骂自己 害怕别人 说自己 是一个 应急思维 所以 应急思维的人 就天天的 产生 不平衡 时间长了 就会产生 忧郁症 恐惧症 所以 学佛 学会 懂得 随缘 懂得 调和 那就 学会了 平衡 所以 学佛人 要懂得 平衡 心 学佛人 要懂得 不管 碰到什么 事情 我们今天 也要冷静 因为在这个 世界上 兵来 降党 水来 储存 做人 做人 要懂得 不管做什么 事情 都是 因缘 学会 五分法 把自己的 色 香 味 触法 好好的 跟自己 分开来 行 看见 有色的 东西 心不动 闻到 好的 东西 就 克制 不闻 不吃 色香 味 触法 就是说 眼睛 看到的 鼻子 闻到的 耳朵 听到的 感触到的 东西 其实 这个 五分法 就是告诉你们 全都是 假的 而这些 你刚刚 接触到的东西 表面上 是香的 一阵风 它就 吹灭了 你所接触到 的人间 任何事情 在一段 时间当中 很快的 就消失了 无影无踪了 这就是我们 经常在 生活当中 说 很多事情 随着 时间的 推移 很多的事情 就成为 烟消 云散 所以一定要 好好的学 好好的修 一定要真正的 让自己成为 学佛的 正能量 拥有着 感谢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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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